各位同学大家好 接着呢我们再来介绍第二种的球面镜 就是凸面镜 你会有可以发现 就是在转弯的地方呢 你常常会看到一个凸面镜 因为凸面镜呢 它呈现的影像呢 一定是一个阵力缩小的一个虚项 一个虚项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它的焦点呢是在静后 所以它的焦距会小于零 所以它所呈现的这个项呢 一定都是一个阵力 又缩小的一个虚项 一般都是用在这个转弯的地方 你可以看得到对方的来车 或者商店中 就是防止窃盗啦 简单一点讲 所以那个凸面镜呢 一定是对着那个收银的那个位置 所以你如果偷藏一些 偷戴一些东西的话 他们都看得到 作为拓宽视野之用的 用在这些地方 那我们下面就有一些图 以及公式呢 我们就会对它作为一个更详细的一个描述 这是一个凸面镜 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我们常常可以在这个 马路上呢 看到它会有很多 尤其是在山区里面 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凸面镜 那我们也是利用它的两条 我们利用它两条主要的 路射光线的反射光线呢 来找出它的像 那第一个就是平行光轴 它的趋力中心是在静后 所以趋力半径是小于零的 那焦点也是在静后 所以焦距也是小于零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那它的反射光线的延长线呢 一定会通过静后的焦点 这是第一条反射光线 那第二条呢 就是射到顶点 所以它的反射光线呢 也是遵守反射定律 你可以发现它的两条反射光线呢 在静前是发散的 所以绝对不会相聚 所以它不可能出现实相 那我们再做它的延长线 所以这两条延长线呢 它的焦点是出现在这里 所以它确实是一个缩小又 正立的一个虚项 好 那我们再用公式呢 来探讨它的一些成像的特性 我们先看这个公式部分 它这个公式部分呢 跟这个凹面镜呢 是完全相同的 就是物距的导数呢 加上相距的导数 会等于趋力半径导数的两倍 那因为它的焦距 也是等于趋力半径的二分之一 所以它就会等于焦距的导数 但是它的特点就是 它的趋力半径是小于零 焦距呢也小于零 所以相距呢永远都是小于零 所以它的成像特性呢 就已经刚刚已经 其实已经提到了 它的相一定是在静后 因为它的相距小于零 而且是一个正立又缩小的一个虚项 那我们接着呢 透过这个立体呢 我们再加上做一个更详细的了解 这是一个趋力半径 是二十公分的一个凸面镜 那把一个光源呢 放在镜前十公分的位置 那求这个相的位置 所以我们就带入这个公式 所以它的相距的导数呢 就等于焦距的导数 再减掉物距的导数 那因为它的趋力半径 是二十公分 所以它的焦距就是负的十公分 负的十公分 然后再减掉这个物距是十分 十公分 所以算出来的结果呢 它的相距是负 相距负的意思呢 就是代表它是在静后 五公分的这个位置 那所以它的放大率呢 确实是一个是二分之一 因为它的物距是十公分 所以相距的绝对值呢 比上物距呢 刚好是零点五 零点五 所以它是一个 缩小一半的一个 胜利的一个许项 好 那有关突面镜的一些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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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7 8 8